第二个就是昨天发生五六四旅 在加油的过程当中翻山的情况 早上的专业会议当中也请相关的单位进行过的去厘清 到底是什么原因 是因为这个环机的因素 还是这个不管是油箱或者是加油作业的过程当中 有哪一些这个有缺失或者是造成的这个原因 现在我们还在厘清当中 因此同时我们也通立各单位在加油过程当中 特别要注意到这些包含自我保护 或者是说按照这个标准的作业程序 让加油的程序或者是周边的这些所谓的防火 或者是这个灭火器等等这些做好准备等等 这些都是我们未来会经济的方向 主要的还是确保我们官兵生命的安全 还有我们的这些居持装备的这个安全 这个是我们后来会按以这个为这个案例来做好相关的这些组织 还有还有问题吗 那你说那一位他现在受伤的情况 受伤的情况当然救人为先 他的除了面部的这些灼伤 其他目前为止 并没有其他的大案 那现在在医院里面 各单这个单位里面法军团也要求这个医院里面 例如最好的这个协助 希望他能够找个康复 好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来 谢谢观看 谢谢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